试一下尝射的技巧让学弟们惊艳 虽然只是国小篮球队打起球来移动迅速 有战术也非常飘悍 身为学长的基隆市议员林敏勋 在斗牛尬球时 除了有身高体重和技术的优势 就算不理让学弟们 似乎也逃不到什么便宜 林敏勋带着太太周代义 特地回到母校暖暖地内国小 关心正式落成启用的风雨球场使用情况 有了风雨球场就更方便孩子们 在下雨时仍然可以上体育课运动健身 不受影响 喜爱打篮球的林敏勋 特地和篮球校队的学弟 以及学妹们斗牛尬球 也将致赠新球衣 鼓励学弟妹们胜不交败不奶 争取最好的成绩 也受到校方的感谢 今天特别过来跟学弟妹 除了交流球技之外 也希望鼓励他们 那我刚才也在致死的时候 特别跟学弟学妹们讲说 希望说我们不管是比赛的成绩如何 当然是我们争取荣誉是一个最高的一个精神 但是我们希望说在争取荣誉的当下 最重要的是一个运动家的一个风气 就是胜不交败不奶 不管领先多少分 也不可以去藐视对手 那不管落后多少分 也不能放弃 一定要坚持到底 只要你不放弃 比赛都还是有机会的 我们希望说可以学习这个胜不交败不奶 以及这个跟朋友们 移球会有交朋友的这个心情 然后来展现最好的一个运动的一面 跟除了是伸长体魄之外 那那个也是希望说可以移球会有 那精进球技之外 也可以达到这个运动家一个很好的一个精神 其实我们男球队 我们除了知识 技能 更重要的是那种态度 就是说 运动的技能很重要 比赛的胜负很重要 但是我想说在学校里面 更重要是培养孩子的素养 培养孩子的运动精神 我想这是最重要的 再次感谢林敏轻林一言 谢谢 林敏轻表示将等学校方面 确定好男女篮球队球衣的款式布料 和颜色后再购买捐赠 鼓励地内国小篮球队的学弟妹们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 争取最高荣誉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